海外华人直播的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是2019年6月10日 海外华人直播播报一则新闻,学民女神,逃犯条例是香港回归后最危险法律,新闻取自各大新闻媒体,新闻内容并不代表海外华人直播的立场 周庭以日文写下希望香港和日本都能有真正的民主主义 系者林翠怡涉香港自觉派青年社育人士周庭今天在东京召开记者会 说明香港举行反送中游行的理由,并呼吁日本政府重视逃犯条例是香港回归后最危险的法案 一旦修正通过,想威胁所有港人和防港外籍人士的人权和人身安全 他在接受本报访问时也表示,希望台湾人不要相信中国的一国两制谎言 周庭是在昨天反送中游行结束后搭乘深夜班机抵达日本 今天下午在日本记者俱乐部召开记者会 他以自学地流畅日文说明香港举办反送中游行的理由 并回答日本媒体的询问 包括独卖新闻、产经新闻、朝日新闻、共同通信社及NHK 日本电视等主流媒体记者均参加 会后他在接受本报专访时表示 中国在香港推一国两制 本来是要示范给台湾人看到一国两制的好处 但是现在每个香港人还有很多台湾人都看得很清楚 真正的一国两制是不存在的 因为共产党想尽方法控制香港人生活的每一部分 不管是政治、经济或是其他很多部分 所以希望台湾人不要相信一国两制的谎言 目前为香港进会大学四年级学生的周庭 从212年高一时开始参加香港的社会运动 有学民女神之称 曾任香港众志副秘书长 去年争取香港立法会补选 但遭裁决提名无效 周庭表示 香港人口有700多万人 昨天的反送中游行 共有一三万人走上街头 等于是人口的七分之一 上街向政府表示愤怒和抗议之声 但政府却听而不闻 欣天表示还要继续推动逃犯条例的修法 让许多人感到失望 不过 香港人不会轻易放弃 他表示 民主派议员和港人都会继续抵抗 只是具体方式目前还没讨论 他还指出 这次的游行是继1989年 声援六四天安门学运之后 唯一参加者破百万的游行 他发现有三到四成的参加者是初次参加 很多在中国经商的亲中派港人 因为知道中国司法的黑暗面 所以也跳出来表示反对 有一成到两成的民众是在雨伞运动后 未在上街的港人 虽然有无力感 但他们知道这次可能是最后一次机会 所以也出来参加 周庭强调 逃犯条例是香港返还后最危险的法案 这项条例一旦修法通过 不只是香港人 连住在香港或防港的外籍人士 都有可能因为触怒中国被送到中国受审 虽然香港基本法明文规定香港一国两制五十年不变 但从近年发生的政治事件如铜锣湾书店事件和逃犯条例案 一国两制已遭破坏 虽然香港人和国际军表示反对 但港府却听而不闻 香港愈来愈接近中国的独裁 未来香港人要是被送到中国接受审判 香港将成为非常危险的地方 成为没有言论自由的地方 独立司法制度 生命安全都没了 他也提到日本外相河野太郎6月5日在日本众院外务委员会接受质询 时曾表示香港在一国两制和司法独立的前提上 日本对逃犯条例感到忧虑 但这种事不宜大声张扬 周庭认为逃犯条例将破坏香港的优点 香港和日本有紧密的经贸关系和人员往来 日本应该像美英家政府一样 要求香港政府撤销此法 希望日本政府 政治家和媒体能注意这项法案 就如日本受到中国的武力威胁一样 香港的人权受到中国打压 日本应更注视这项法案保持警戒 海外华人直播的固定播出时间早上七点 晚上七点半 非常感谢各位朋友观看我们的频道 若您喜欢我们本期视频的节目 拜托你订阅点赞转发或者打赏 您的支持行动和订阅是我们制作出下一期节目的动力 来源自由时报于2019年6月10日 学民女神逃犯条例是香港回归后最危险法律图 支持我们就请在视频右下方点击订阅我们的频道 本节目由美国加州奥克兰市英计时驾赞助播出 订阅电话510-465-1888 本节目由美国加州奥克兰市英计时驾赞助